有鉴于田之里公墓旁排水溝老旧且建设不全的问题 让地方排水不良困扰民众许久 日前县长黎明珍也在立委许舒华县议员蔡孟儿陪同下专程乾隆会堪 当下位的让地方缓禁 免于受到积水影响 县长也表示会吃资金50万的经费 来将此排水溝建构完善 一劳永逸改善地方排水问题 因为这条水柄没有延续性 做一半就倒掉了 所以今天来会谈这些水没有需要做 我们会把这个水柄再延长 以前没有做的我们会重新再把它输射 这个整个工程会大概将近50万 避免我们一到下大雨 水龙楼对村庄去非常危险 所以我们会立即来做改善 相信我们县政府老百姓需求的 我们会立刻马上来处理 就是立竿见领潜料划在刀口上 我们就这样的就会做尽快的处理 希望把我们家积民也能安心的 积住在家 县院蔡孟儿也相当感谢林县长许立伟 对于田子里的关心 能够专程前来会堪协助改善排水问题 也希望县府在会堪过后 能够紧速将相关修缮工程来进行 早日让地方居民摆脱积水的困扰 安心生活 田子公墓旁边的排水沟 已经很久了 已经都阻塞了 所以他们去下游的部分 我们的家里里会積水 在这里我们很感谢我们馆长 今天很新来这会堪 要来施作 那也感谢我们立委的关心 我们是立委 要我们真的关心 来关心我们餐县里 要拜托管政府 要在很久的时间来 趕快把我们餐县里 这个牌子趕快做好 不要让我们的积民 很恐慌 听到鼓声都要坚定了 议长和尚峰肯定 省府团队的用心 也希望会堪过后 向光改善工程能够紧速来进行 让地方环境免离积水影响 更加安全 记者如一凯 竹山采访报答